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来录那个 机械读这本书的导读第四个 那之前我们已经谈过一些事情 就是包括机械读这本书的来源 还有读 那我们也解释了就是 至少药品有经过一级二级三级人级实验 然后经过长期的观察 可是保养品的单一成分是没有的 也就是说 我们说 某些公司的 很有名的成分好了 比如说像 之前很有名的一个伊地变弄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伊地变弄这个成分在 我记得在哪一页 伊地变弄这个成分我们曾经聊过 就是在这里 爱立本这个成分 它一开始的时候很上市 然后就非常风行 因为发展者是药厂 所以大力宣传很多的保养品厂 后来上市以后才发现说 原来使用的剂量很可能造成皮肤的敏感 发炎的刺激 所以后来伊地变弄的量又弄小 然后甚至建议试用 也就是说保养品的成分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各位想象的那样子的 经过非常稳定的 就是我们再重新讲一遍 药品有经过动物实验 一起二期三期 可是保养品的部分没有 而且最近还不准用动物实验 所以这一段它的安全性 其实已经不是那么够了 可是第二点我们再来谈 特别是西药 你会发现一个药品可能就一个两个成分 可是保养品往往是十几二十个成分混在一起 虽然中医的有一些图谱大家吃之以鼻 然后就什么吃了四十加九会怎样 可是你不能否认的是 比如说你吃了菠菜再吃某些东西以后 你会增加那个节食的几率 这些东西 然后像我们在药品里头有一些配物的配方 就是说你如果吃了那个胃乳片 然后再加上某些那个会经过胃酸消化的药品 那它的吸收会受到影响 那这种情况其实在药品里面 我们之所以知道是因为 经过长久的医师观察后发现 但是现在我请问各位 你看到一个保养品的成分 动辄就是三十样四十样 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些成分互相之间绝对不会撞击 第二个 这些成分即使互相之间撞击 它的长期使用下来也是安全 所以 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把这些略为复杂的东西选在里面 然后在我们监测这几年下来 我们发现保养品第三个 就是有一个事情是大家一直都很忽略 所有的医师跟使用者 我们都认为保养品是安全的 我相信 可是那个我们在第一集的时候就讲过 所谓保养品安全是指基本使用量下安全 也就是说我开发一个化妆水 你用X的OK是安全 可是各位不要忘了 现在很多人拿化妆水来当做面膜闷了 然后增加了吸收量以后 我们知道保养品的成分本来就会渗入皮肤了 就是说 你去买一个美白产品 它为什么可以美白 当然是因为它进到皮肤里面 改变你黑色素的某个结构 可能它的表现 可能它的代谢之类的 所以它才能够美白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你能不能告诉我 你加大它的吸收量 然后你把黑色素这些成分放六七个在内 比如说 我们用那个果光甘态好了 你用果光甘态 果光甘态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东西 然后你把它做止化之类的 然后再加上维他命C 然后再加一点酸 然后帮助它渗进去 那这样子你的维他命C本身的酸 再加果光甘态本身的酸 再加你加进去的酸 然后这个酸会不会改变果光甘态的结构 然后维他命C跟果光甘态之间交互作用 你知道吗 换句话说 其实如果你用我们之前谈过的药理学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的概念 去看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说 你把这个东西这么复杂的放在这里 没有人知道 它真正的结果 那在药品里面 我们怎么监测呢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哦哦 原来阿斯品吃久以后胃会痛 所以我们才开始有胃会痛的发表 那你擦了这个保养品 你把这三十个东西混在一起 它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 您知道吗 不知道 然后这时候 我们告诉我们的病人说 保养品的混用是很安全 你有没有觉得很夸张 再来 最后一句话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这个topic 想想看 你用洗面乳10样 化妆水30样 你把化妆品拿来敷 它的使用是加成的 然后你再来插个精华液30样 然后最后上个晚霜30样 你在脸上一共插90样 你告诉我这90样东西是安全的 OK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所以机械读在谈的 其实是过量使用的一个风险 那接下来慢慢随这本书导读 我们会告诉你 接下来我们怎么处理它 非常感谢各位